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门是连接一个家庭的纽带 如果大门色泽鲜亮 经久不变 说明房子风水望 在风水学中 门成间内外 色泽新颖能够吸引贵人相助 当然 不只是大门的颜色 玄关处最好也要遵循三见三不见的风水原则 哪些风水现象说明贵人将至呢 阳光充足 化解煞气 家中阳光充足 采光良好 配合灯光的作用能够化解煞气 风水中 派阳为君 阳光照耀之下 可化解百煞 在选择房子之后 一定要选择阳光充足的地方 沐浴阳光 自然有贵人相助 采气亨通 哪些风水现象说明贵人将至呢 房子不潮 利于健康 房子不潮湿 清爽干净 通风良好 利于健康 这类房子一般风水旺盛 容易引来贵人 有贵人相助 自然事半功倍 裁员广进 如果房子不够干爽 可以通过灯光营造良好的环境 因为灯光能够点亮财神降临的道路 家居风水 让夫妻出现桃花纷争 家里假花多 装潢太过 家中的装潢如果太过 金碧辉煌 五光十色的话 那么容易引起男主人心里的躁动 心思总是飞出去 还有家中最好摆放真花 假花死物 没有生气 摆满假花的话会影响夫妻感情 尤其是如果放在床头摆放的话 则更加容易犯桃花 夫妻双方都会容易有外遇 最坏的结果就是离婚收场 西边是厕所或是摆放空花瓶 如果家中西边有水位 这也是容易导致丈夫招惹桃花 正西位只是少女位 如果厕所在西边就有影响了 还有就是西边是空花瓶的话 属于蓄水 也会让丈夫招桃花 这样的摆设可不要以身是法了 发财术 在门口摆一盆发财树轻松的就能够转运 发财树五行属木 但是会对五行命理 同样属木或者属火的朋友 财运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种植物要保持干燥 以防阴气的积聚 还可以在树底下放一张钞票 予以用钱养树 树生钱 这三种物件是不是不祥之物呢 家里能不能摆呢 枯木干花 枯木干花本身寓意就不吉祥 如果把它们放在家里 时间久了会加重家里阴气 增加家运的衰败之气 因此枯木干花得赶紧扔掉 来路不明的古旧衣服 有的人喜欢淘宝 在旧货市场上淘到旧衣的 也不是没有 但要注意了 人身上最容易沾染人的气息的 就是衣服了 它们伴随主人左右 有的甚至见证了主人的死亡 古衣不详早在古书中就有记载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们留在家中 特别是家里有你所深爱的人的时候 放弃原有的爱好吧 破掉的碗 碗是家中吃饭时必备的餐具 由于使用频率较高 因此无论是在使用过程中 还是在清洗过程中 都很容易出现磕碰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家中有带裂纹 或是有缺口的碗 也并不觉得奇怪 但是要知道 碗在风水上也关系着家中的财运 破碗会导致家财难据 同时人们还用饭碗来代表事业 因此家中有破碗 会使得事业动摇 不建议使用 还是赶紧扔了为好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